本期,舒适开始带货入坑,分时期讲一部英剧,我们的世界末日 好了,我们进入主题 家住英国的大米是个银行经理 他每天醒来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对着电脑录一段视频 这习惯他已经保持了整整七年 七年前,大米和妻子莱拉在度蜜月时 莱拉忽然失踪,从此了无音讯 过后,大米便每天录视频传上网 他希望妻子能看到并重回自己身边 卷毛是大米的好友兼室友 他总劝大米别太执着呆板 这一天,大米在上班时,竟无缘无故被警察带走 原来,有一个叫白马的神秘黑客 他经常会入侵政府网络,做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 就在不久前,警察终于看到了白马的卢山珍面目 他竟然和大米长得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就连失踪已久的莱拉也神奇地出现在白马身边 接着,警察还通过DNA比对 发现两人基因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有理由相信,大米就是黑客白马 看到这些,大米整个人都懵了 他搞不清是什么状况 最后好在卷毛拿出铁证 证明白马和大米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监狱 学校图书管理员朗达也因为入侵的国家安全局系统被关到了这里 事实上,入侵这事是朗达的儿子小史做的 可他护子心切,就把罪名顶了下来 现在朗达最担心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是自从入狱后,儿子就被儿子的亲爹领走 从此下落不明 第二件,是朗达的现任丈夫得了癌症 命不久矣,他担心见不上丈夫最后一面 在监狱里,朗达还认识了一个狂热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大美 而在梵蒂冈,严谨克制的修女席纳 被派往教会总部,担任神父求德的助手 求德的工作十分特殊 他是教会的恶魔代言人 原来,教会会对一些拥有特殊贡献的人进行丰盛 而求德就是负责调查圣人的背景和神迹 并尽可能地在其中找出他们的问题或黑历史 剔除那些不合格的圣人 所以很明显,这完全是一份吃力不讨好兼得罪人的工作 同时,求德眨一眼看起来也是个满嘴土脏话 出口便伤人的锅当神父 这给了席纳一个很差的印象 所以他拒绝跟求德共事,并选择了离开 可就在这时,全世界都收到了一则紧急新闻 一颗超级彗星忽然改变了运行轨道 并在34天后正面撞击地球 那将会是一场灭世级的大灾难 通俗来讲也就是世界末日 消息传出后,全人类都凌乱了 不法分子开始打杂抢烧趁火打劫 一些狂热的宗教分子也趁机鼓动暴乱 各种末日神迹和末日救世主 甚至不靠谱的末日预言瞬间满天飞 他们都在借机欺骗那些善良的信众 席那见状,觉得这是上帝对自己的考验 就毅然回头去找求德 彭义跟他一块去揭露那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 监狱这边也知道了末日新闻 囚犯都集体暴乱 就在大家乱作一团的时候 白马黑进了监狱系统,并救走朗达 大美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次越狱机会 便死皮烂脸地跟着他们离开 大米回到家后 他完全没心思去理会什么彗星撞地球 此时此刻,他最想搞清楚的 就是这世上怎么会出现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不得已,妈妈宝拉才说出了大米被领养的秘密 原来,白马是大米的双胞胎弟弟小米 小米患有重度的洁癖症 正常情况下他不敢裸手触碰东西 所以得经常戴着手套 至于莱拉的忽然失踪 大米觉得也很可能跟他这个双胞胎弟弟有关系 所以就决定去找他 但这也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末日坑只会越挖越大 小伙伴记得提前备好干粮等更新哦 好啦,第一集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